回到台湾共同团 今天带大家来关注是居住正义 那么现在因为巴德和宜宅的问题 让大家都在讨论台湾的和宜宅 到底出什么问题 重点是我们的住宅政策 到底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高房价 以及大家想住房子 这个样的一个心愿 那和宜宅到底合了谁的意 刚才我们来宾就分析 好像合的是建商的意 那政府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 台湾土地这么少 卖光光就没有了 但是还不断地要变更地木栏 卖出去这里头跟建商经营关系 大家很难接受 我们接下来就带你来看看 何宜宅合了谁的意 而且他到底正不正义 不符合居住正义 我们请住宗便宜基于带大家来看 基本条件在这里有 但是我们单单以福州何宜宅 一个三房的一个大小来看 总价大概910到950 但是贷款算一算 一个月要还3万块 一般这样子的所谓的第一类 第二类家庭所得的 已经不高的家庭负担得起吗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何宜宅的一个申请条件 然后你看一下第一个 他说有配偶需满20岁 你结了婚了 那你要超过20岁 那单身的话 你要超过40岁才行 那单身超过40岁 这个其实是很有 很有这个学问的一条 为什么你知道吗 听说单身超过40岁 你在外面要租房子很难 这个我想我们旅行应该非常清楚 因为单身超过40岁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单身超过40岁 你不结婚 那一定有一点 会怪的 那你这些 那你有个正当工作什么的 大家要租房子很难 所以我让你来 可以申请合理账 看起来是不错的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家庭年所的第一类的话 要低于158万 第二类要低于247万 然后没有自用住宅 我相信这是 绝对应该是这样的 对 好那再来 林口的A7 他要给你五年 就是你五年不能卖 没错 你五年以后你才能卖 是 可是福州 福州是比林口之前 对 福州是十年内不得转售 为什么不一样 大家现在对于A7 充满了一大堆问号 就是因为这个 为什么一个政策 在短短一两年之间 就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然后到了巴德 又换回十年 没错 好那所以这里面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建商的风险 政府帮你一条条拿掉 好因为 叶士文常常在古都 那个火锅店 对 跟大家讨论 讨论最后就是 十年变五年 建商需要什么 好那我们实际来算算 用这样的条件 你这样的假设基础 如果你的家庭年所得 低于158万 或者是在200到247万之间 你要负担一个900万 大概接近1000万左右的房子 三房 然后你这样看一下 假设我们说 这是30坪的房子 你这一坪也要30万 真是不便宜 30万 然后你的这个负担 一个月的摊还 这个贷款要3万块 那我们来到处回去 你这个一个月 你的这个年所得 大概是12万左右 是 12万的家庭总所得 然后你要负担3万 好像还OK 好那利率2%左右 也OK 可是你至少要怎么样 你要有三成的自备款 275万 那这样你如果单纯只看这边 都觉得好像是 可以让一般的小资族 应该是有机会 可是你年薪至少也要 超过100万以上 你年薪没有到100万 这个你还是 负担不起 你负担不起的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 对比一下 不得了要比较 好制作单位帮我们准备了一下 对 鼎心卫家买地宝 买地宝 他们酒户花了13亿 那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贷款乘数是9成9 是 那他们有这么好的条件 那我们给人家的条件 是三成 对三成 那三成是说 跟一般的大众比 是这个样子 可是跟财团比起来 你的条件比人家差多了 没错 利率呢 它是1.5 对 我们还要2 对 对不起 对 就2.08到2.15之间 所以 顶心卫家买地宝 他是一毛钱都不用 然后他只要跟我们的行库贷款 贷款来以后 卫家是为什么不用付一毛钱 对 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地方 可以套更高的利 他把这个钱全部存在大陆 存人民币 人民币的利率4%起跳 然后你这边才1.5% 所以对卫家来讲 我买了顶这个地宝的豪宅 不但赚到增值利润 我还可以套到利息 好 就是人民币 资金运用的利润 没错 我还可以再加2% 是 那一般的 你做合一住宅的人 你有什么本事 你根本 没钱 你没钱嘛 所以 今天我们必须要讲 政府的整个银行也好 或整个政策也好 你对于这样的财团 你是给他很大的方便 可是对这样的一个中低收入者 你给他的条件 事实上并没有比较好 没错 你并没有特别特别的优惠 你只是跟一般的人 差不多而已 那你买的地方 又是在福州 你又不是在台北市 如果你今天是来台北市 在地宝的旁边 用这样的总价 用这样的条件 来给我 那我当然给政府排排长 说你真的厉害 结果你要我 那个单单 骑摩托车也要骑40分钟 骑到台北市的话 那你这样跟我讲说 你是在照顾我 我觉得一般人是听不下去 那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像何宜住宅 很像小康住宅 九百万要将近三百万的自备款 是啊 这个自备款很恐怖 就一般的家庭 要一下拿出将近三百万自备款 压力很大 这个也有可能离婚率也会增加 好 对 中签以后有些人放弃了 是 所以我们才说到他的中签率 刚后来对不起 他后来中签率出来之后 大家为什么没有办法去买 去交款 因为实在是负担太重 大家先去抢标 那时候大概2.4万人去抢的排队 要来进标 26%左右 对 但是最后呢 大概是26%的七签率 因为他缴不出这样的钱 对 先得标再说 我筹签到再说 但是筹不筹不出钱 还真的筹不出来 一个是筹不出钱的 一个是他想到那个距离 未必大家想象那么完美 第一个你家又不是住在车站旁边 所以大家想说 很多人讲说 我可以从台中通勤 你家住在台中车站 你上半地点是台北车站 那前后一家的时间 再来来往往 那是划不来的 再来生活机能 就是你的小朋友要念哪里 所以你会到大安区 或者是讲说那个什么 信誉区这些 你去租一个小套房 或者名字放进去 或者复习 为什么将来小朋友可以到好学区 对不对 你班长也是要出货顺 对不对 这一代不行 我就想跳出99%到1% 我都寄往我的子女 对不对 所以我会台语讲 就是为了下一代 所以你勉强买了这个 以后你的上班地点 你要就业嘛 市场 对不对 你要公园 小朋友呢 那是不是这样反而会有恶性循环 下一代恶性循环 所以很多人宁可说到好的学区 小小的地方也OK 你看那个什么中山区 那个房屋交易量最大都是很多是套房 当然还有特种的关系 就是说这样的原因 就变成说这样子 如果说纯粹是住家 还算好 但是想到下一代很多人 未必能够去住那里 我想这一面就是 刚刚讲到那个学区 还有一个问题 你全部为了小孩 你看你在台北市区买也是乌奴 这里买也是变成乌奴 你连出国去旅游都没机会 所以你的视野也没有提高 所以很多人买来又很怨 你说我们来这个还是乌奴 台北市买还是乌奴 那日本当年互服期 他甚至于想出说 能够了两代付贷款 三代付贷款 我想我们可能会落到这种地步 这样话就很恐怖 你说这个五年的 五年又恢复到以前国宅的 你合宜新贵 后来五年以后变合宜 合宜住宅五年以后变合宜新贵 还有赚了一笔 等于这个部分跟当年 我怎么国宅到2000年以后 就没有新建 就是因为品质烂 大家在骂 重点再一个就是 官商勾结的问题也出来 那我们看到合宜宅 到现在还没盖好 官商勾结已经出来 品质好不好 我们现在看不到 因为还没有盖完毕 那重点是 那他到底能不能家位 需要房子的人 我们刚刚举这个 福州合宜宅 这个三房的总价的 这样子一个条件出来 一笔 大家发现其实没有比较便宜 而且看到跟这个位家这么一笔 我们的贷款条件比人家还差 这该怎么办 但是现在呢 他虽然气标率很高 不过还是补标都补进来 后补都补上来 因为想要住的人也还是有 好 那这个4000多户 能够造福多少人 目前不晓得 但接下来房租品质 大家也会担忧 会不会有问题 不说补进来你知道吗 对 因为现在广告都告诉你 一字头要消失了 事实上一字头都消失了 所以里面的那是19万 对 那标榜19万 那个刚刚讲的14万9 乌党要买 教育所得247万就可以补进来 那蛮高的 这个所得还不算低 对不对 但是买这个房子 应该负担起来又绰绰有余 所以这里的 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买 合一宅 合一宅应该为谁而设计 其实问题就在这 我们现在就请秉一带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台湾到底需要什么宅 我们说合一住宅在这里 我们说到社会住宅在这里 那社会住宅跟合一住宅 最大的差别应该就在这里 好 诸售方式的一个差别 那我说到底台湾需要 什么样的房子 让需要房子的人 需要住的人 可以赶紧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从刚刚几位专家的提法 你会发现 合一宅根本没有照顾到 真的要照顾的人 真的要买房子的年轻人的话 其实他有很多的生活条件 或者是贷款的条件 其实是不合 那所以事实上 他最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 最后只是满足了政府的选举的需求 或者是对开发商的作用 可能还比较大一点 事实上对一般的小市民 事实上没有真正的一个作用 那政府的土地资源 已经这么少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他又把合一宅的一个重点 事实上是在处分土地 所以又把政府的土地卖掉了 那个又让政府的土地 跟建物的资源又雪上加上这样 那所以我们基本上社会宅的话 事实上是以年轻人跟那个 就是弱势的家庭为主 那当然现在就是说 各国的社会住宅的一个 兴建跟经营的方式不一样 那其实刚刚李理事长也有提到 就是说事实上在欧洲的话 整个它的混居 以及它的经营管理 非常上轨道的情况是下 你甚至感受不到社会住宅 是一个原雨漏 或者是过去出诸国宅那样的 标签化的一个部分 特别在荷兰欧洲 如果你看到它的社会住宅 它外貌跟一般的那个什么 建商盖的商品房 事实上是一样的 混在一起你看不出来 你不会从外观看出来 这好像是便宜的房子 或是这是所谓的大豪宅 对 然后入住的对象 因为荷兰有34%是 就是说是社会住宅 所以它的存量很大 所以基本上包括 可能我们台湾去的留学生 年轻人 或者是甚至里面 都还有小型的工作室 都在整个社会住宅里面 所以就混居成为是一个 相对是比较多元 而且是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社区 你说它一个社区里头 是说有贵的房子 也有比较平价的 分洞 分洞 但是在同一个大社区里头 对 然后在社会住宅的 这一栋里面 它本身又是 可能有年轻人入住 然后又有 只有小型的工作室 或者是那种商业性的拥途 那办公室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 一些可能国外的留学生 也都住在那一栋 社会住宅里面 是 所以它的单价比较低 对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比较 大概世界各国 在社会住宅的经营的模式 来 比你我们看 我们最后最后看到台湾 台湾社会宅宅占 所有比例只有0.08% 那目前可能稍微高一点 但是还没有达到千分之一 就是还没有达到百分之0.0% 万分之10 是 而且以台北市为主要 因为就是说 可能除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中央那五处以外的话 台北市事实上包括 原来的安康平材的改建 或者是包括它的广时的一些 就是说整个重新在渡庚 然后还有包括很多捷运购购 回分的连开的一个住宅 目前台北市大概会有 它目前已经在 至少破土已经开始在做的 大概是有两三千户 但是还没有完工 还没有完工 等于这两三千户 大家还在等待当中 可能还要再数年这样 但是至少预算编进去了 或者是开始在做 不过这两三千户比例也不高 对 事实上杯水车薪 是不是 那当然就是说 以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说台北市的目标值 是那个百分之五 长期的目标 那意思是四万五千户 那新北市的话 目前也在规划在努力中 那这两个应该是 整个社会住宅最需要 跟最重的一个 那我们跟其他国家来比 我们五趴 对 那这个我们最 现在最靠近我们的日本六点一趴 我们还是比人家低 就来这社会需求 应该到多少比例 才比较好够 就是说那个 前一阵子内政部统计处 有做社会住宅的一个需求调查 那算出来的全台湾大概有十九万户 十九万户的需求 因为住宅法目前的保障是百分之十 给弱势的家庭 那如果要十九万户的话 可能要盖一百九十万间的社会住宅 那个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 天文数字 对 好 谢谢秉一阶 我们现在才六千八百一十三户 好 现在台湾 所以总住宅存量是八百六十多万户 才出了零点零八 所以未来即使在盖台北市说盖 比如说你台北市就是九十万户 成为百分之五嘛 那你就四万五嘛 那是我们哪里来 对 哪里来 所以我们一直提出一个对策 就是说其实都市更新是一个很重要 比如说西区 就是那个你看老松 西门 龙山 它本来老松是一万多个小学生 现在这五六百个 第一个要不要合并变成一个 要不行的话说 我们去看过日本是这样 你不行的话 你就是盖出这一栋大楼 就是比如说龙山好了 你把它盖了以后 底下三楼 那是小学生用的 操场仍旧是你用 白天你用 但是老人住宅或者是 社会住宅是另一个出口 上面的大楼全部是这样 那这样其实可以思考一下 学校合并一下 在这个思考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如果西门丁全面更新 它其实很多量会出来 没错 不得了 淡水盒如果能够把它进化以后 水温住宅拉出来 两边价值提高 它就有更新的价值 没错 那我们家是住在 盐吉平宅附近 人家如果盐吉吉家大口 我在医院旁边 旁边还有一个庙 大家会觉得说 哇 影响生活不得了 那个房价还是超贵的 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是大家是不愿意 让穷人跟你住一起 其实穷人住一起 没什么不好 我们要有那个同理心 我一直觉得这样 但政府发这个饼也很好 但我跟你保证 台北市政府 不可能盖失败 你告诉我地在哪里 好 张老金 真的没有地吗 我刚刚讲说 光这个学校的问题 或是都市更新 其实地就会出来 所以台北市政府 到底有没有用心 或用脑在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待会回来 再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